新冠疫情扩散后 韩国离婚人数较一年前有所减少 10月离婚人数成历来最大减幅 新生儿人数则连续71个月减少 死亡者人数大量增加 人口自然减少规模也创历来第二高 统计厅表示 以10月为准 共有7700多对夫妇离婚 同比减少超过17% 减幅创历年同期的最大值 据统计 离婚人数自今年4月开始 连续7个月乘同比减少势头 截至10月 累计离婚数量同比减少近5% 统计厅分析认为 离婚人数减少 受2012年开始结婚人数减少影响 但鉴于10月并无申报离婚的天数减少等其他原因 因此离婚人数仍较往年出现大幅减少 10月新生儿人数为2.07万余人 同比减少超过5% 连续71个月减少 今年截至10月 累计新生儿人数为22.4万人 即去年之后 预计今年全年新生儿人数也将少于30万人 10月死亡者人数为2.7万余人 同比增加近5% 创11年来同期最大增幅 新生儿人数减去死亡者人数后 10月 韩国人口自然减少7000余人 继2019年11月之后 韩国人口已连续两年出现自然减少 10月共有1.5万多对新人结婚 同比减少7.7%